这个男人要跳楼站在21层窗外 伸开双臂就要跳下去 警方为了救他派出警察和谈判专家 甚至还出动了战斗机 做了几个小时的努力都无法劝他下来 因为这个要跳楼的男人 就是全国顶尖的心理学家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人类的内心 就在这时在吃瓜群众中 走出来一个一山不整满脸胡子 浑身散发着恶臭的老乞丐 他想尝试去救人 旁边一个围观群众笑了 那么多专业人士都没有办法办到 你一个老乞丐凭什么可以 赌半个汉堡我可以做到 老乞丐毫不客气地拿走他的汉堡 走进了圣巴大厦直接来到楼顶 而此时心理学家闭上眼睛 准备跳下去的时候 老乞丐翻过窗户坐在他旁边 心理学家直接吓了一大跳 让老乞丐别打扰他跳楼 可老乞丐却回腿说 是他在打扰自己吃东西 甚至反问心理学家要不要来一口 警察以为老乞丐是来捣乱的 他想赶走他 可老乞丐却说 把这里交给他 你们就看我的吧 警察没有办法 就让他试试 警察走后 老乞丐转身对他说 我把他们赶走了 你想跳就跳吧 心理学家不为所动 因为这是他惯用的手法 老乞丐减壮紧跟着说 想自杀的人 都是谋杀的凶手 这一回 心理学家愣住了 老乞丐减壮又说 心理学家被触动了 他慢慢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照片 老乞丐见了立刻猜到 这是不是你儿子 心理学家让老乞丐住口 老乞丐质问他说 你见过哪本书上写着 人死之后就一了百了 老乞丐又问了他很多问题 可他居然一个也答不上来 随后恼羞成怒说 听到这句话 心理学家愣了一下 对呀 自己再惨 也没有眼前这个老乞丐惨的 从这里跳下去 粉身碎过 只能换来一个孤零零的坟墓 心理学家有些动摇了 问老乞丐是干嘛的 神父还是牧师 老乞丐说 都不是 我是受梦人 受埋梦想的 那些钱买不到的东西 其实心理学家一晃 差点掉下去 被老乞丐拉住 他突然地坐在地上 心理学家好奇 那你能卖给我些什么 老乞丐说 哪怕世界崩塌也要继续 老乞丐的话 让心理学家很震撼 心理学家放弃了自杀 爬进了窗户 等他下楼时 一堆记者围观了上来 老乞丐离开了这里 为了搞清楚老乞丐的身份 他就一直跟着老乞丐 老乞丐呢 邀请他去家里住一晚 他去了才发现 这哪里是家 就是露天的帐篷 但这里的人 对老乞丐非常地尊敬 老乞丐带心理学家 去教堂 看一个葬礼 可葬礼上的气氛 十分沉重 所有的人都为 死去的人感到痛心 老乞丐看到这一场景 很不舒服 直接上去 又进行了一番演讲 心理学家以为 老乞丐疯了 干嘛打扰人家的葬礼 但老乞丐还对大家说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 但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大家听了 确实说的没错 大家都开始赞美死者 说他是一个好人 遇到困难都是迎难而上 甚至儿子呢 也为父亲而骄傲 大家纷纷诉说男人的往事 葬礼上沉重的气氛 瞬间变得欢歌笑语 心理学家见词 佩服老乞丐无体投地 自己是国内顶尖的心理学家 却不如一个老乞丐 他们来到街上 此时一个黑男孩正在拼命奔跑 后面呢 一个白人和老奶奶在追他 老乞丐拦下小男孩一问 原来男孩偷了老奶奶的钱包 白人要报警 送他去监狱 还让老乞丐别多管闲事 否则连老乞丐一起抓 连心理学家都表示 别管这事了 我们走吧 但老乞丐却对老奶奶说 听了这句话 老奶奶陷入了沉思 然后说算了吧 此时男孩也羞愧地低下了头 将手里的钱包还给了他 还说了声对不起 看着眼前的场景 心理学家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老奶奶走时 还给了男孩一天的饭钱 旁边的白人却说 老奶奶上当了 心理学家更对老乞丐 无比佩服 如果男孩去了警局 一辈子算是毁了 心理学家终于忍不住 问老乞丐 引导的是什么人 老乞丐这时 也陷入了回忆 原来老乞丐曾经是个 亿凡富豪 坐拥数家上市公司 每天忙于各大商业圈 拨打自己的商业帝国 而也就是这样 他完全忽视了 对家里的陪伴 一天 他女儿有个重要的演出 满心欢喜地 期待父亲的到来 可看着空荡荡的座位 小女孩又一次失望 回家后 女儿问她为什么没来 她解释 有一场重要的会议耽误了 并道歉 说下一次一定会来的 可话还没说完 女孩直接打断道 林姨每次都说下次 她知道 因为工作上的缘故 一直很对不起家人 为了弥补之前缺失的陪伴 她决定 撇下一期工作 陪家人去博乐家旅游 还说点赞的人 可以一起去 她叫来私人飞机 一家人其乐融融 可就在登机的时候 她的手机响了 她不顾老婆的劝阻 还是接了电话 接完后 一连千里的走到家人面前 她再次选择了工作 留下妻子和女儿走了 飞机起飞 她坐在车上 看着飞机 忽然 一道湖光在空中炸开 她冲到飞机的残骸处 看着遍地的废墟 她知道 一切都晚了 她抱起女儿的玩偶 失声痛哭 飞机在富豪的眼前爆炸 她还没来得及陪家人 就失去了家人 自己拥有那么多钱 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一刻 她才意识到 没有什么能比家人更重要的 经过这一件事 她将白衣子蚕裸娟 一分钱都没有留下 将自己的前半生 与家人一同埋进了坟墓 从此沦为一名乞丐 心理学家被她的故事震撼到 自己的经理挫折 打来跟老乞丐一别 简直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心理学家回到家 可是儿子呢 早已离家多日 正当她满大街寻找儿子时 却不料在电视上看到了儿子 但此时儿子也要跳楼 地点和她的一样 心理学家火急火燎赶了过去 上楼翻过阳台 看到来的人居然是父亲 儿子反而更激动了 用力地拍打自己的脑袋 往前迈了一小步 前脚掌已经悬空 心理学家急忙叫住儿子 他不理解儿子为什么会这样 儿子告诉他 原来他不仅是个顶尖的心理学家 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男人 他也要求儿子 要跟他一样完美 逼着儿子去做他不想做的事 儿子呢 觉得他不管怎么做 在父亲眼里 他都是那么差劲 在巨大的压力下 才成了这样 心理学家想劝儿子下来 并伸出手 让儿子牵着 儿子却大吼着 让他滚开 儿子越说越起劲 眼看着他已经张开双臉 脚往下跳时 心理学家做出了实际的行动 心理学家一步一步往前躲 前脚掌也悬空了 儿子近代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自己在父亲心中那么重要 他急忙帮助父亲 两人就在高空中紧紧相拥 儿子对父亲说 但你什么都帮不了我 而父亲却说 可以 这是老乞丐对他说的话 而此刻他也用这句话 让儿子从获新生 两人再次相拥 而下面的人群中 老乞丐也在里面 两人相识一笑 本篇完 本篇叫收梦人 本期问题 大家说一个自己的梦想 发到网络区哦 再过十年 翻看这个视频 你看你是否梦想还一样 老乞丐真是太厉害了 不用钱也不用钱 只用几句话 就能把人从黑暗深渊拉回来 就能把人从黑暗的深渊救回来 遇到一个好班主任 或者一个好老师 真的很重要 本篇好看 欢迎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by bwd6 by bwd6